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讲文法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经历断除的六种构然 那么在六种构然当中呢傲慢和无正信已经讲完了 现在要讲的是第三个课法是不求理法 那么看那个原文当中说到 西求正法是一切功德的基础 求法有上中下三品 所以得法也有上中下之分 西求正法是一切功德的基础 你对法有西求心 你好耀心沿着法意去修行 才能在此基础上呢产生文思修的一切功德 所以呢最初西求正法呢 是这个一切功德的来源 一切功德的基础 那么如果你有上品的西求心呢 那你就是会得到上品的法 也就是上等的修行人 如果你有中等的对法的西求心呢 你就是能够得到中等的这个法 你就是中等的修行人 如果你是这个有下等的西求心 那你就是得到下等的法 你就是下等的修行人 所以呢在这里呢 就是说培养我们的这个西求心 是非常重要的 证文中又讲到 如果不西求正法 那么根本不可能得到正法 也就是说对法没有西求心 我们就不会得到这个法 我们从世间上来讲 对于世间的事 你有西求心 你才会去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 最后呢就会达到 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 那初世间法呢 就是同样如此 对初世间的这个佛法 你有西求心 然后既然你去文思 然后进行修持 最后呢才会得到这个佛果 如果说你对这个正法 没有任何的付出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收获 那么如果说 我们平时的这个修行啊 下降了 那我们就应该首先观察 是不是自己的西求心下降了 一般来讲的就是 对法的西求心下降了 你就没有去行持这个正法 没有去修行 来源呢是这个西求心 对法要有一个号要心 那么 原文中又讲到 如世间俗语所说 法本无主人 谁勤谁得大 也就是说 世间的俗话也会说啊 这个法它没有主人 谁勤勤谁就会得到大的利益 那这个法呢可以说 佛陀呢传了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个八万四千法呢 可以归纳为十二部 在十二部呢 它还可以 就是在进而进行总结的 就是三藏 三藏呢又可以归纳为 这个教法和正法当中 教法的三藏的教义呢 实际上就是 正法的界定会三学 那依靠这个内道的三学 就能够正得解脱和辩知的果位 就是说 依靠这样的三学 就是我们相续的这个 依靠这个正法 依靠相续当中的正法功德 可以让我们呢就是获得这个佛的果位 所以呢 这一切都来源于什么呢 都来源于我们要精勤的这个 希求正法 那你对法有希求心 你才能够去 去修学佛法 所以呢 希求正法是非常那个 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对于这样的大原本法呢 应该有一个希求心 好要心 这样的话呢会激励我们 更好的那个去 就是把这个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 然后呢集合我们这个 自信的这个进行这个修持 那么 再看原文中讲 我等大师 实在摩尼佛也曾仅仅为四具正法 而经历了挖出身肉 做千盏灯 后插入千根灯芯 纵身跳入火坑 身上钉入数千铁钉等百般苦行 真可谓越过刀山与火海 舍身赴死求正法 这里就讲到了这个 实在摩尼佛 他是怎么样 就是为了 哪怕是四具的 一个寄送的这个正法 他付出了什么样的 这个签心和努力 在这个贤鱼金和 白莲花传当中呢 都讲到了 这个佛陀 这个求法的经历 那我们就那个简单的 就是做一个这个介绍 在这个 世尊广传 寻法品当中呢 就讲到 实在摩尼佛呢 在九月以前 他作为国王 名叫这个甘谢纳巴勒 国王时呢 他就四处想寻找正法 然后利益终生 于是呢 一个婆罗门说 他有正法 但是呢 必须要求这个国王呢 要在身上的挖 一千个洞 插入一千根灯心 然后呢 做成一千盏灯 这样呢 才能这个传授佛法 那国王就答应了 果真呢 就把这个身体的肉 就挖成一个一个这样的洞 然后就 就是做了一千盏灯的 这个供养 婆罗门呢 就给他传来一个 无偿四季 怎么说呢 就是 积即必尽 高级必堕 居即必散 生即必死 所以呢 这四句法 也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想一想 我们这个大师 本世世家摩尼佛呢 在因地的时候 是付出了这样的 这个 这个自身的 这个血肉供养 然后才能够 然后获得了 这样四句的正法 那么 对于这个 纵身 跳入火坑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就是说 佛陀在这个 当这个 凡天国王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想 这个四处的 寻求正法 第十天就 观察 想观察他的发心 就化现为一位 一位婆罗门 到这个皇宫的门口 就说 我呢 拥有正法 你想求的话 我可以赐给你 但是呢 你要挖一个 是尺身的这个深坑 然后里边呢 要充满了这个火焰 你跳进去的话 我就给你传法 那国王就毫不容易的 就答应下来 就开始挖坑 然后最后呢 就准备好了 这个火也点燃了 就对这婆罗门说 你能不能先给我 传授正法 否则呢 我如果丧身在这坑里呢 我就听不到正法了 于是呢 这个就是 婆罗门也答应 他就先给他 传授了正法 得到的什么法呢 也是四句的法 这个修行慈心 去除称慧 大悲互重 悲泪润生 得到的是这样的一句法 也就是说 要长期的修行慈悲心 然后去除那个称慌心 以大悲心的 这个保护众生 以大悲的泪水呢 滋润众生的心田 这个国王听了以后呢 就是当时也就 挣得了胜果 就以欢喜心呢 就跳入了这个火坑当中 他跳入火坑当中呢 这火坑 由于他这个 已经得地了的缘故呢 就变成了莲花湖 佛陀 为香郎 赶勒国王的时候呢 忍受了身上 就钉入一千根铁钉的苦行 终于呢 在一个婆罗门面前呢 就换来了这个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也就是说 您和佛陀 他历经了这样的千辛万苦 真的是舍生赴死 然后才得到了这样的正法 然后把这样的正法呢 由这个 历代传生大人上师呢 就一代一代的 就传给了我们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法 它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从佛陀那里传起来 佛陀经历了那么多苦行 那么 我们的历代传生上师呢 他也是百般的苦行 然后才得到了这样的法 然后呢 像我们这个 那个华智仑际 他也是先后在上师面前 听受了25次的这个 前行 才给我们写出了 这么一部书上的这个 西式珍宝一样的 这个前行引导文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法 有一个珍惜的心 要知道这个法来之不易 我们如果不求法的话 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是像我们前面 想那个 举出的例子 然后就是我们的心 不能像这个 马的前面放骨头 狗的前面放青草 这样 对于这个正法 无动于衷 那真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生一个 这个 希求的心 要知道这个 正法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要生一个 渴望的心 如果说我们 不希求正法了 我们应该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质呢 这阿俊刊墨呢 在千心备忘录中呢 也想到 我们如何对质 这个不求正法的 这颗心 那我们应该 做两方面的想 第一方面呢 就是正法 难逢难遇 第一方面 从正法来讲 难逢难遇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善知识 难直难见 第二方面 从善知识来讲呢 难直难见 这样呢 进而我们就会对法呢 生一个渴望的心 生一个这个 希求的心 然后这样呢 才能够这个 获得真实的法意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末法时代的 有可能有这样 一个颠倒的 一个现象 在这个 网西亚金曼公主 她曾经做了一个梦 就是一个这个 清泉 追着一个干渴的马 这清泉呢 就代表正法 干渴的马呢 就是说 弟子没有希求 正法的这个心 本来这个马渴了 是要去到处找水喝的 但是呢 末法时代的众生 非常颠倒 本来已经相续 非常干渴了 没有这个正法的资源 但是呢 还不去求正法 那清泉呢 反而追着这个 干渴的马 就是说 你喝一口水吧 你那么渴 求着他来喝水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要有 这样这个 颠倒的这种想法 我作为这个 大恩上师 房如意宝的 这个传承弟子呢 我们应该对法呢 升起希求心 对文法呢 也要升起一个 这个强烈的义乐 还记得这个 明过初年的 这个普清法师啊 他也是 把自己的这个 胸前的这个身肉 然后就是挖开 然后也是在这里 燃灯 这个供佛 然后当时呢 他说的寄宗就是 佛出世时 我沉沦 佛入灭后 我出世 今将生命 供三宝 为求菩提 度众生啊 他也是 对于法的 这样的这个希求 然后做这样的供养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 这样希求佛法呢 因为只有修行佛法 才能够让我们 获得解脱 生生世世的 这个利益呢 只有在就是今世 你遇到佛法 遇到上师的时候 你把握好自己的现在 然后呢 你好好地把握现在 然后就是正面 设施相续 将来呢 你一定会能够 获得解脱的果 下面呢 我们就讲 这第四个科判 在这个六构当中的 第四种构染 第四种构染 就是外散 什么是这个外散呢 外散可以从 就是说两方面 一个就是五根石外散 五种根石的外散 一个呢 就是意识的外散 如果是 我们产生外散的话呢 就是应该怎么对质呢 我们就是 心向内收就可以了 不要这个原外境 产生这么多的分别念 心向内收 就可以对质外散 那我们看原文当中 是怎么讲的呢 原文当中说 意识散乱 于六种外境 是一切轮回 迷乱显现之根本 一切痛苦之来源 也就是说呢 华智文部记就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那个轮回的迷乱显现 来自于什么呢 意识散乱临外境 这个意识呢 就包括了 就是隆统的来讲 就是包括了五根石 再加上意识 有五种根石 再加上这个第六意识 实际上它就是 隆统的这个方式来讲的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意识外散 会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过失呢 外散了之后呢 就会让我们不断的这个 让我们的这个心啊 不获得自在 因为原对境进行攀缘啊 对于外境进行攀缘的话 心就不得自在 心不得自在呢 就会沉溺在五种欲要当中 然后这样进而呢 就造业 造了这个轮回的业呢 你就会感受 轮回的轮回当中的各种痛苦了 所以呢 就是引生我们轮回当中 各种痛苦的这个 阴是我们这个意识外散 莲华生大师在六中阴当中 也讲到这个凡夫的人 凡夫人呢 他的心是非常难控制的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 如果产生厌烦心的时候 生起这个烦恼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不要这个 这个时候呢 不要心灰意冷啊 因为我们五始节以来呢 都是在轮回当中流转 一直都处于这种迷乱的 这个状态当中 当你比如说关心的时候 发现你的心 动疗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呢 就是说一方面也是一个 就是好的事情能激励我们啊 从无始以来没观察过这个心 那么你在关心的时候 发现他动摇 然后你这个呢 这个时候是证明你已经关注他了 那么你已经开始关注他了 那么你就开始把他这个 把他这个心有一个这个修正啊 有一个从让他呢 原善法进行串洗 这样的话呢 慢慢慢慢你散乱的心呢 就会收回来 那个学法呢 也不要这个急于求成 然后呢 把这个散乱的心收回来的时候呢 就会原正法来进行修习 原文当中呢 就讲了几个比喻 然后呢 就分别来说明外散 有什么过患啊 那么比如 眼神贪值于色固 飞蛾亡于灯火中 好比夏天我们那个飞的蛾子 非常多啊 然后为什么我们供灯的时候 说这个 外边最好就有一个灯罩 然后罩主不要让这个飞蛾呢 就是丧命于其中 所以呢 这个 眼神如果贪值色反 那就会像这个飞蛾 亡于灯火之中一样 那么我们平时呢 可能眼神非常喜欢色法 喜欢这个漂亮的东西啊 喜欢看这个 非常美丽的这个东西 比较鲜艳的颜色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这个眼神呢 就是散到外境当中呢 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过患 就像 就这个过患 就如同这个飞蛾扑火一样 一些这个科学家呢 就认为说这个 说这个飞蛾呢 它有一种这个趋光性 然后呢 它会绕着这个 灯火呢 就是不停地转 直至皮带而死 这个飞蛾呢 实际上它也是有 由于这个前世的 这个业力的这个现前 也比如说我们现在 修行人特别喜欢 美色 喜欢打扮 那来世呢 也很有可能就转成 这个飞蛾这种旁生 所以呢 我们从自己的这个眼神方面呢 要对 要这个 要设心 要观察自己的眼神 从眼神上来讲呢 就不能 散乱于外境当中 生起贪心 是这样 那么下面就讲到 耳食 贪之于生故 野兽 死于猎枪下 野兽呢 它有一个特性 它特别喜欢这个 比如说过去的那个 鹿子 章子 它就喜欢弹琵琶的声音 你在这个野兽旁边呢 给它弹这个琵琶 它就会非常专注地 去听这个琵琶的声音 然后旁边呢 如果有一个猎人 对它射 一只毒箭的话呢 它也不能够发觉 所以呢 这个耳食 贪着于这声音呢 也是不合理的 那唯一呢 就是你原这个 正法进行专注 还是合理的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 大致都论中 也讲到这个 耳食呢 这个贪着于声音的过患 就是说 过去有五百个仙人 他们在呢 神神当中修行 也非常有修正的 这个禅定功夫 但是呢 他们就是有一次呢 就听到了这个天女啊 她在沐浴的时候 唱出的这个歌声 非常美妙 于是呢 她就生起了这个贪心 生起了贪心之后呢 那么他们就失去了 这禅定的功夫 鼻食贪值于香味 故蜜蜂缠死花丛中 如果你这个鼻食 非常贪值这个芳香的味道啊 那么就如同这个 蜜蜂会缠死在花丛当中一样 那麦彭仁波切 此所造的 《连院歌舞》当中呢 就讲到金峰 达阳和玉峰 阿宁他们的爱情故事 其中呢 这个玉峰呢 阿宁呢 他就是因为贪值了香味 而惨死在这个花丛当中的 以前有一个修行人 他在一个莲花湖旁边啊 金行 然后他就闻到莲花的这个芳香 特别的这个清香 然后他就生起了一念的贪心 这个时候那个池神呢 就呵斥这个修行人说啊 你偷了我的香 后来呢 又来了一个凡夫人 就来到这个莲花池旁边 然后就把这个莲花就踩走了很多 把这个莲花池就弄得这个一塌糊涂的 当然这池神呢 也默默不语 什么都没说 那这修行人就不解了 他就问说这个 你为什么 我就闻了闻了你的香味 你就这样这个说我 然后那个人把他 把你的莲花糊弄成这样 你也不说的 然后他这个池神就说啊 就在解释说 世间人呢 他就像一张黑纸一样 在这个黑纸上点 任何的黑点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你作为修行人 你就如同一张白纸一样 你一旦生贪心的话呢 那你这个 就像一张这白纸上点了 这个墨点一样 就非常容易发现 所以呢 他也告诫修行人呢 就是不要在这方面呢 在香味这方面呢 就生贪心 就是说呢 我呢 是为了圆满你的这个修行 才对你这样说的 因此呢 就通过这个公案 就是说作为修行人啊 我们呢 为什么说这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就是说 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会就是 有上师的这个 就是法身 在我们这个法身智慧 或者是法身 是周边我们的上师 什么都会了之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任何的这个 恶念啊 贪心啊 就都不要产生啊 就是乃至于从这个 鼻子闻香味的 这个方面呢 都不要产生 好像就是我们认为 就鼻子好像不是特别那个 不是对我们来讲 影响特别大 其实也不是啊 就是说各个这六种根实 它都会对我们的 如果你对这六种根实的对境啊 说你贪心之后 都会对我们的解脱 有这个非常那个大的影响的啊 所以呢 不管从哪方面 都是要重视起来啊 哪方面的这个贪准呢 都是要让自己减少的 那么下面呢 就原文中讲到 蛇食贪吃于胃骨 鱼儿钓鱼铁钩上 就是说 如果蛇食贪吃于胃道呢 鱼就会钓在这个铁钩上 鱼就是闻到了这个香味之后 他就 既然他生起一个心 他就想吃到这个幼儿 于是呢 他就去吃这个幼儿的时候呢 就会被这个人钓上来 被钓鱼的人钓上来 于是呢 他就丧命 所以呢 蛇食也不能够贪吃于胃道 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的 大城市里的这个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喂了一顿饭 他可能要走很远的路 就一定要到那个饭店 然后去吃那个东西去 那么 在你在这个 吃某一个这个旁生的时候 其实你也造下了非常可怕的这个叶 造下非常可怕的叶 然后你不但造了这个杀生的叶 那在冷烟经当中呢 也举例你现在 比如你现在吃羊 那就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这样就是反复的 流转轮回啊 就不会止息 这样呢 你也是依靠这个 蛇食贪吃美味啊 造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恶业 那么在大致多论呢 就有一个公案 就说一个沙迷啊 他特别爱吃奶酪 然后呢 就是他死了以后呢 这个 他有一个得了阿罗汉的师傅 就发现呢 他转身成为奶酪中的一只蛆 然后他这个阿罗汉师傅 就对其他的这个弟子说 你们都今天那个吃饭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的弟子啊 就转身在这里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味道 也不要贪吃啊 味道也不要贪吃 像我们呢 比如说 修行人呢 我们意识住行方面 我们吃可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就是 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是不要以贪心来舍吃而吃 我们为了聊行窟 为了聊 治疗我们身体的这个行窟 让我们能够 好 进一步的能够 在这个菩提的道路上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勇猛精进 那么食物呢 作为我们就身体的一个滋养品 然后就是 让这个身体就是得以 这个维生就可以了 不要 在味道上面呢 特别的这个贪吃 那么下面就讲这个 生食贪吃与所处固 大象陷于淤泥中 就是这个生食 也不能够贪吃这些所处 这些细滑的 柔软的 或者是感觉到 很舒服的这种所处 也不要贪吃 如果贪吃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好比这个大象啊 它会陷在淤泥当中 就在印度的 它这个气候特别的这个炎热 到了中午的时候 大象呢 就会成群结队的 到这个湖泊里去洗澡 它为了感受这个身体的清凉 但是呢 由于大象的身体 它特别沉重 非常沉重的缘故 它就会 到了湖泊里呢 陷到淤泥里 就爬不上来了 这样呢 就会活活的 就会被这个活活的 这个丧命在淤泥当中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 对于身体的所处方面呢 也不要贪吃 也不要贪吃 比如说细软的那些衣物啊 然后那个比较光滑的一些 这种触感啊 这些都不要去贪吃 眼耳鼻舌身 这五个呢 我们已经不贪吃 不贪吃之后呢 还有一个意 那么对于这个意呢 是怎么样来理解呢 这个意识所担着的 外境呢 它是法臣 是法 意识担着 外境就是法 那对法呢 也不要贪吃 那在这乔里宝藏论当中 就说到 意为法期 如骆驼狮子 意识呢 也不能单之于法 单之于法就是 如果意识单之于法呢 就是如同骆驼 失去 他心爱的孩子一样 他非常的这个痛苦 我们知道这骆驼呢 他不同于其他的那个主生 他只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只要失去了这个孩子 他会肝肠寸断而死的 所以呢 就是他 我们就比喻我们 如果说我们意识单之 这个法臣的话呢 我们修行不会有结果 修行不会有任何结果 实际上我们应该了知呢 一切万法呢 它是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人我和法我的这个道理 对法进行贪执的话呢 比如说你对男女 贪执啊 对于这个名声地位贪执 那么有贪执呢 就会 有一份的贪执 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份的痛苦 你有了贪执 你就害怕失去 怕害怕失去 就还有 要维持现在的拥有 所以呢 就各种各样的痛苦 就迎刃而来了 所以呢 对于任何的法呢 也不要贪执 万法都是显而无自信的 都是显空生运的 那么呢 你对他贪执 就也没有任何意义 就如同梦里的贪执一样 你在梦里贪执任何的法 当你醒来的时候呢 也都 什么都不存在了 所以呢 对于任何的 我们的六种根实 缘起的这个六种外境啊 都不要生贪执 不要生一个贪心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讲 原文当中呢 就讲到 此外 无论文法 修法 还是传法时 魂异往事 妄想未来 即现在的分别念 散于外境 皆因断除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从 可以从三十的角度 三十的分别念 要断除的这个角度 讲到 要断除现在的分别念 过去的分别念 未来的分别念 对于意识啊 从三十这个分别念的角度上来讲 你不论是在文法 修法 还是传教分别的时候 对往事 或者是对 这个往事的回忆 对这个未来的妄想 还有对现在的这些分别念呢 都应该断除 都是要断除 那么这里呢 就讲到 迦哲仁波切说 昔日感受苦乐 如波文 以尽无忌 莫要去意念 若念英思 胜衰雨离合 法外何有可 妮妈妮娃 首先讲那什么是 妈妮娃 妈妮娃就是一个 村庄的一个名字 就好像是 我们现在 比如说 东北人啊 成都人啊 会这样说 就是在这里是这样 往昔感受苦乐 如波文 就是我们往昔 所感受的任何 苦也好 乐也好 都如同水中的波文 已经过去了 水中的波文 已经就 就已经 散去了一样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 意念 朗西的苦乐感受 以尽无忌 莫要去意念 就是已经都散去了 已经都消尽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所以他就是 不要去意念 然后呢 因为这个 波文呢 他也是一个 无常法 他过去了 就已经 不在眼前了 若念英思 胜衰雨离合 如果你一定要意念的话呢 你应该意念 五常法 应该意念 胜衰和离合 就是说过去 我们家族啊 或者是怎么样兴盛的 现在又怎么样衰败了 或者说过去 如何衰败了 现在又如何兴盛起来的 然后或者呢 你预念 你应该意念呢 分离与合合 比如说 以前呢 我们一家人是怎样 在一起团聚的 在一起和 就是团聚在一起 就属于相当于合合 那么 那就是孩子也长大了 然后呢 父母也有离世 这种情况 那是怎样 凭家族呢 又是怎样分散的 那么 我们呢 比如说 以前过去是 比如说是 摇缠案冠的人 现在呢 又变成了乞丐 那以前呢 他是一个 一部臂体的一个乞丐 现在呢 他就肺黄腾达了 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反正呢 就是 任何法呢 他都是无常的 然后呢 他是 让我们呢 就是感 就是确实的能够 如果你仔细思维的话 就能够感受到 生活中的万法 他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个常有的法 没有一个就是可以 就是法外 何有 可依 马尼瓦 就是说 除了正法以外 除了佛法以外 何有可依 怎么会有 可依靠之处呢 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地方 除了佛法 可以救赌我们 其他任何法都不能救赌我们 在《教王经》当中也讲 对于一个这个临终的人呢 来讲呢 佛法才是唯一的依靠处 救护处 其他呢 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可以依靠的地方 没有可以信赖的地方 佛法来自于哪里呢 佛法来自于上师给我们传法 所以呢 你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上师 我们一直上师 才能够获得解 佛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就讲到 未来生计如汉地洒网 舍弃不能实现之希望 若念当思死期无定也 何有非法空闲 什么叫汉地洒网 汉地就是干的地上 就是不是在海里洒网 海里洒网我们会得到鱼 我们会得到自己 想要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在汉地洒网 然后你还继续想 这个我先在地上洒个网 然后天上就会下雨 下雨就会流水 流落水就会来很多鱼 这时候呢 我就把鱼抓起来 然后就可以每餐一顿 其实这种想法 都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自己就是分析一下 也会想这些没有必要 我们应该呢 放弃这些不现实的想法 如果说你要 非要意念未来的话呢 你应该思维什么呢 当年死期 你应该思维呢 就是说我将来的死期是不定的 我将来一定会死亡的 不要认为我就是现在 我身体还挺好的 然后我也挺年轻的 然后我也挺有力气的 我可能能活到很长时间 能可以活很久很久 不要这样想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死期是无定的 还是明天我们能不能 从这个床榻上爬起来 那都是一个打一个问号的事情 真的是死期无定 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会死 你也不知道你会死在什么地方 你也不知道你会 因为什么姻缘来死 所以呢 这个死期真的是不能决定的 在这样这个紧迫的时候 你哪有时间 还去想这个未来的计划呀 你应该要想的话 也想我这死期不定 我应该精进修法 我应该这个认真闻思 然后呢 对于一个修行方面呢 我应该重视起来 应该想这些事情 然后何有非法空闲 就是没有做非法的事情的空闲时间 没有做非法事情的空闲 我们一心就是原法意 进行思维羞耻的时间 还没有呢 想到这个死期无定 想到这将来就要面对的这个死亡 我们原这个还不够 就是原这个正法的 修行的时间还不够呢 哪有这个时间坐在那里 打妄想啊 所以呢 对于未来的计划呢 也应该舍弃 那么我们看下面讲到 暂时诸事如梦中生计 精勤无益 事故当舍弃 就是说现在的事情 就讲到这个 要断除现在的分别念 现在的分别念 暂时是指现在 就是现在的 诸多的事情 也如同梦中的生计一样 精勤努力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是说现在的 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 实际上我们就生活在梦中一样 那么对梦中的所有的事情呢 你不要太这个过于的执着 过于的这个 你就是说 青春执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一旦梦醒的时候啊 你所有梦中的一切 就都会消失的 是这样 人生实际上就像一场梦 那在我们林中呢 就好像是梦醒了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梦醒的时候 就会发现梦中所做的一切啊 都是对于这个醒来 对于这个醒者来说啊 它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我们呢 当然呢 我们现在生活在梦中 我们可以这样承认 那我们是不是要 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是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 它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就主要呢 就是说从 我们要适可而止啊 因为贪心是那个 无有止境的 我们要 嗯 做什么事情呢 就都适可而止 就是你管好自己的心啊 不要让自己的贪心 有无止境的这个产生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你就说 不要执着 生活当中的这些办法 它都是如梦如幻的 如果你也有一个这个 万法是显而无自信的 这个定解的时候呢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 就是现在 现实生活当中 你遇到了什么事 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 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烦恼 你会想啊 这些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我这个修行佛法 是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就是说 你不会去担职 这个生活当中的 这个一切的事情 当然有必要的事 该做的事呢 还是要做 就是说这里呢 就是你不要非常的执着 不要产生一个这样的执着的心 不要产生一个 实有的这个观念 后面就讲到 如法实 以无贪应持 这个如法实呢 就指这个 如理如法的衣食 我们如理如法的 获得衣食 那就可以了 然后以无贪应持 以没有贪值的心来应持 中文宝办论当中的 这个教证 是这样说的 教证中呢 就说 有五种啊 首先第一个是指 乍线为遗者 互根为立静 这是第一种 是指占线为遗 那第二种呢 就是 产媚奉承者 柔语为立静 那么就是说 产媚奉承 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旁敲侧击者 为得赞 他财 这是第三种 是指旁敲侧击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说 巧取 恶索者 为立面 封他 就是说 巧取恶索 这是第四种 那么第五种呢 就是 赠微伯后者 图立赞前德 就是第五种呢 就是赠微伯后 就是说 我们呢 不能以这种 尤其是这个修行人 不能以这样的 五种邪命 来养活自己 我们要以 清静的这个 清静的发心 清静的生语 来养活自己 做清静的行为 来养活自己 千万就不要染上 这些五种邪命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衣食 你以无有贪值 来阴持就可以了 因为 万法都是空性的 都是如患的 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那么 对任何法称 以贪心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他的那个 前面那个六时 贪值 六种外境的 这些过失 所以呢 要避免这些过失 那么我们从这个 现在所做的诸事上呢 从这个 自己的这个心 入手 把这个心的贪心 去掉的话呢 那就会 如理如法的 这个行持了 一切所为 均无义 就是一切所做所为 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 什么有意义啊 原佛法有意义 断了行善 是最有意义的 那原佛法所做的 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尤其是在大乘行人 在发菩提心的设置之下 原佛法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呢 断除恶业 是我们有意义的 行持善法 是我们有意义的 原文中又讲到 后德调伏三读 分别念 一切尽献 未献 法身兼 非思不可知识 当意念 莫随妄念 散乱 马尼瓦 就是说呢 在后识 后德是指这个 出定位 我们知道 修行有入定位和出定位 那么是指出定位 出定位的时候呢 调伏三读 分别念 这个三读分别念呢 这个 也可以理解为三识 三识 就是由于 这个对 前面的一个 那个 怎么说 就是过去 未来 现在三识的一个总结 所以这三读呢 也可以解为三识 对于三识的 这个分别念 应该得以调伏 在后德的时候 要调伏这些分别念 入于根本会定当中的时候 它不起任何分别念 所以呢 只有在后德的时候 会起分别念 所以后德要调伏 这样的分别念 一切念 未现 法身间 就是念 念是指这个分别念 静是指外境 或者说是自心与外境 就一切这个 自心与外境 没有达到 明空无二的法界 之前 就不要对 过去 未来 现在 有太多的 寻思分别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非思不可知识 当一念 如果你 非要想不可的时候 你应该呢 一念什么呢 莫随妄念散乱 就应该自己告诫自己 我不要随 过去现在未来的 这些分别念 散乱 我应该把这些 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想要产生的 这些念头 把它转来盗用 也如果要产生一些 就是跟佛法无关的 那些分别念 那我应该断除 如果要是想散乱 那就应该把这些 这个念头 转为道用 把这个转 从转为道用上面 我们说散乱可以 下面就讲一则 这个公案 就是对于 未来不要妄想的公案 然后就原文中说到 又说 莫妄想未来 若妄想未来 则如月称父 这个月称呢 不是指那个 入中论的 那个作者月称论师 而是一个 还没有出生的 这个小孩 然后就说到 不要妄想未来 如果妄想未来 就如同月称的父亲 月称还没有出生 他的父亲 怎么会有呢 是这个意思 从前一个穷人 得到了许多情科 装入口袋 挂在上方 自己躺在口袋下面 暗自私存 我现在 以这些情科为本钱 将会得到许多财富 到那时 娶一个妻子 他必定会生一个儿子 那么给儿子 取什么名字呢 这时刚好看到 月亮从东方升起 于是他想 那我就为儿子 取名为月称吧 正在这时 悬挂口袋的绳子 被老鼠咬断了 袋子恰巧落在 他的身上 将其压死了 那就这个公案 告诉我们 就是不要妄想未来 就会成为这个 还没有出生 儿子的这个月称的父亲 他自己 性力也不保 那么这个公案呢 其实在这个其他的地方 也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一个穷人 得到了一大袋的清科 于是呢 他就非常高兴 欢喜 就来到了山顶 山的下面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湖 想法呢 和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就想有一个 娶一个妻子 然后生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想给孩子 起什么名字呢 由于他睡在山顶的 月亮底下 正好呢 就看见月亮升起来 所以呢 他就非常高兴 说这个缘起非常好 我就管 儿子叫月称吧 他一高兴了 就一伸脚 就把那个大口袋 给踢到这个湖里了 踢到湖里之后呢 他就 哎呦 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 他非常的伤心 最后呢 他也就得投合自尽了 所以呢 对这个未来 也不要有这样的 那个妄想 那么还有呢 一个公案 就是原来江南 有一个乞丐 他就是买了一张彩票 然后呢 他就想 如果能不能中奖 他就 想把彩票收起来 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衣衫蓝绿的 他没有 就是个打狗棒 因为经常跟那个狗搏斗 他那狗棒 打狗棒都裂了一个缝 然后他就说 我这个彩票放哪 放打狗棒的那个缝里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就开始想 哎呦 我这个游了彩票 我就会得中奖 如果中奖呢 我就可以住 星级宾馆 再也不用住在这个 那个蓬灰烂烂的地方了 于是呢 就过了几天就开奖 他果真中了一等奖 然后他特别高兴 就站在那桥上 镇臂欢呼 然后就想 我以后再也不用 这打狗棒跟狗搏斗了 所以呢 就把这狗棒 打狗棒就扔到湖里了 然后说 然后结果呢 他没想到 他的那个彩票 在打狗棒里夹着呀 然后后来 他等他意识过来的时候 他也是特别的伤心 然后就挑的合理自尽了 所以对于这个 未来就不要去妄想 还有一个这个 公安就说 他有一个 有一家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这个儿子 然后呢 他父亲呢 就说呢 我现在很穷 但是我想办法以后 我一定会挣到钱 我挣到钱 我就买一匹母马 那时候他就会生一个小马 然后他就会 他就跟他自己孩子说 我们家的母马 如果生了小马的时候 你别害他 然后那孩子说 那我不行 我一定要骑这个小马 然后父亲就特别不高兴 就打了这个孩子一棒 结果呢 孩子就被当场打死了 所以呢 这就是说呢 对于未来的这个想法 不切实际的想法 你也不要想 然后呢 最后呢 你想了以后呢 第一也不会 不一定会按照你的 这个想法去实现的 第二呢 也许呢 就是会有一个 就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果报 在前面等着你 你反而会更伤心痛苦 所以对于未来的 这个想法呢 我们也不要去这个 过多的去这个 把心思用在这个上面 那么我们呢 应该这个 时刻观察自己的心 把这心呢 融入 这个转入到 善法当中 让这个心融入到 正法当中 这些妄念呢 如果是不断涌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 用这支正念呢 把它这个 就是给它 纠正过来 比如说 我们心还有 好多这个比喻 像狂向一样 那这个像狂向一样的心 我们狂向呢 我们用绳子 也可以把它拴得住 所以呢 我们对心 它再到处 这个分别妄动的时候 那么你以正式正念 一定也可以把它给 摄持回来的 让它原正法 让它原正法去修行 让它原正法去思维 是完全做得到的 我们作为能知言解义 能够 而且能够 关键是遇到正好 如书圣法的一个 大乘行人 肯定能够 通过自己的这个 那个 弩力 然后改变自己的心相续 下面就讲到 过去未来 众主 分别妄念 无有可确定之实 仅是自相续传 散乱之音而已 所以应当断除 以正之正念 不放异 而听闻正法 就是说过去啊 未来 还有个 现在的 许多分别念 它都没有 可靠的 之处 也没有 可以信赖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自相去 如果生起了 这些散乱的 分别妄念 那也只不过是 让我们自己 散乱而已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 不思乱想啊 要想也可以 你也原反义 进行思维 所有这些 妄动的这些分别念呢 我们就应该断除 然后呢 以正之正念 不放异 就可以摄持自己的心 然后就可以让你 分别念 融入到这个 反义当中 然后呢 如果说 在闻法的时候呢 也应该以 正之正念 不放异的这个 心来听闻佛法 比如说 我们够然呢 就讲到了 内收 内收呢 就是说 在文法的时候 什么是内收啊 在文法的时候呢 就是过于专注的 某一个法 过于专注某一个法的时候呢 你就提不起 这个敏观的心态 就会导致 这个昏沉的过失 然后呢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 你从修法的方面 修法的方面呢 如果你过于内收 比如说 我们修一些 风外明点的时候 你就是过于内收的时候呢 你也会产生 身体的不适 还有这个心 也不会 也就 感觉到不适 这个时候呢 你会出现种种的委员 所以呢 从文法和修法方面呢 过于内收 都是不合理的 那么 对于这个内收的对质呢 这个阿雄 看过呢 也讲到呢 他的对质呢 就是 诸根悠然 神智清晰 来听法 这样的话 就会对质内收 诸根悠然 神智清晰 来听法 就对质内收 就是说 如果过分的内收呢 会出现昏尘 乃至就是原佛法呢 没有 心没有在佛法 上面最后就导致 就是说 你太内收了 然后你就 昏尘了 就会睡着了 你心一解 就已经昏尘下去了 然后我们看 正文中就讲到 如果我们 文法时 仅仅受持佛法 的个别词意 就会像 马熊挖雪珠子一样 抓一个 丢一个 得此失笔 不可能有 了知一切的时候 就是对所有的法 全面的了知 全部的了解 全体的了知 做一个这样的了知呢 你如果内收的话 是达不到 这样的效果的 你就会记一个 忘一个 留下一个 就抛弃一个 就会这样 你得到一个 就失去一个 就会这样 那么我们这里 就举了一个 这个马熊挖雪珠子 的这个公案 在藏地的民间 故事当中 也讲的比较多 就是马熊 他特别喜欢 在冬天的时候 挖洞 他挖洞的时候 过程当中 就会挖到 这个正在冬眠的 这个雪珠子 雪珠子就是汉塔 这个雪珠子呢 他们一般来讲 就一家 就睡在一个窝里 然后呢 他当他挖到 一只的时候呢 他特别生气 他就这个 马熊就会打 这个雪珠子一拳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 屁股底下压着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马熊 那个雪珠子 被打一拳以后呢 他就已经醒了 打醒了 然后呢 那个 他在打 马熊在挖 第二只雪珠子的时候呢 他又 他挖到了 然后他又打一拳 他再放到屁股底下 这个时候呢 前面那一只 就已经好了 然后这样的 反复循环呢 他最后只能 抓住一只雪珠子 他最后 不管挖了多少 他只能得到一只 那就我们汉地 也有 就说 那狗熊掰棒子 那狗熊 他掰了一个 就夹在左边 然后呢 再掰一个的时候 夹在右边 然后再掰一个呢 又夹在左边 反正左右轮流 结果呢 他因为在掰的时候 他就会举起手来 这样的话 就会掉下去 最后他也只得了一个 这个玉米棒 所以呢 我们文法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 断出这样的过失 千万不能那个 得此失敌 比如说我背了这部论点 那部论点 我就放弃了 不背了 然后再背下一部论点 上一部论点 背一个又不背了 这样也不合理 就我们应该 学什么法呢 就全面地去抓 比如说 我听了这个 很多的那个法 那我就把所有的法医 都受持在心象区当中 就是不能 得一个 就失一个 这样就非常的可惜 非常可惜 那么 过于内生呢 就会就是 记一个 就忘一个 导致呢 就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法 全部的融通 而且呢 还会就出现昏尘啊 等等 在契友书当中呢 也讲到了 昏尘等五种障碍 他是掠夺善法财的 这个盗贼 书当中写到 调举后悔与害心 就是说三个调举 然后第二个后悔 第三个害心 然后昏睡 贪欲及怀疑 就是说我们这个昏睡 然后还有这个怀疑 当之词的五种障 就是说你这个怀疑 也是 就是昏睡 也是掠夺善法财宝的 这个障碍之一 就讲到 《亲友书》也讲到了 这样的这个一个 教证 所以呢 我们在文法的时候 你要调节自己的心 不能太放逸 放逸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提醒自己 不要懈怠 也不能太内收 内收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 我们应该放松一下 稍微放松一下 这样呢 做任何事情呢 也不是能够急于求成的 着急也不见得 就能办好事 尤其呢 像我们现在这个修行呢 是终身的大事 我们一辈子呢 都会要原这个法义 进行修行 所以呢 在漫长的这个修行 当中呢 我们应该不要太懈怠 也不要太 不要太懈怠 应该把时间都用在 文思修行上 也不要太内收 要有一种这个放松感 做事情呢 也不要急于求成 是讲到这个 那么这个原文中就 讲到 如果内收会出现 睡眠 昏沉 等过时 所以松紧应当适度 这就告诫我们呢 修任何法呢 要松紧适度 就是说你呢 就是 该紧的时候呢 该松的时候呢 要松弛 就是说该放松的时候 也要放松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我们这个修行 更加持久 更加稳固 就是说 一般人呢 就是 比如说 也有就是 刚入佛门 那就是佛在面前 那那个学佛两三年 佛就到天边去了 这样也不合理啊 就是最初的时候 非常紧张 过 那个之后呢 就过于的放松 这样呢 对我们修法呢 也不会让我们 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所以你能保持一个 就是 比较适当的这个 松紧度 是非常合适的 每个人呢 都会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修行呢 调节自己的这个修行的 这个松紧度 是这样比较好 从前 阿难教导诸心集 修法时 朱心集有时紧张 有时过于松懈 所以没能 升起真正的修法境界 便前去请教师尊 师尊问他 朱心集你在家 是擅长谈琵琶吗 他回答 极为擅长 你谈琵琶 所出的妙音 是在琴弦紧的时候发出 还是在琴弦松的时候发出呢 两者都不是 只有琴弦松紧失度时 才能发出妙音 那么修行也是同样 朱心集以此教研修行 最后正果 也就是说呢 这里呢 给我们举到 朱心集这个 尊者的这个公案 他经常呢 到恶鬼界去 这个度化众生 那他呢 在这个以前的修行的时候 就说 用这谈琵琶的这个比喻呢 告诉他 妙音是出在 琴弦不松不紧的时候 同样 你要是想修行成功 也要让自己的心 不紧不松 这样呢 就是常年如一日的 这样修行 才能够这个 获得解脱 那么 还有一个公案呢 就是说 在这个 杂安恒经和这个 大智度论中 都有 二十一尔的公案 这个二十一尔呢 又叫这个 首隆纳尊者 他在那个 嘎丹亚纳尊者面前 也叫 加瞻炎尊者面前 就剔度出家 一年以后呢 他请求呢 去见佛陀 那这个 嘎丹亚纳呢 就是因为要 三年才能召集 十位比丘 来受这个 居足戒 因此呢 就托这个 二十一尔说 你给佛带一个口信 能不能就 请求佛陀允许 五位比丘 就可以传 这个圆满的戒 然后这二十一尔 于是就到了 那个佛陀那里 在佛陀身边呢 就做 苦行 就做这个 经行 他经行 他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脚底有毛 他脚底有毛 然后他 不穿鞋的话呢 他皮肤非常细的缘故 由于他 又做精型 所以他脚底呢 就会流血 这个时候呢 佛陀呢 就允许他说 你呢 可以穿这个 一层底的鞋子 但是他呢 就说 我都舍弃了 八十车的金钉 还有七项随从 那么我 到如来的教法下出家 我怎么能够贪执 一层底的鞋子呢 于是呢 他就特别精进的 就做精型 但是呢 过了一段日子呢 他还是没有证果 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动摇了 他就想 我这么精进的 这个熊师佛法 就是说 他就非常的 怎么说 内收非常的紧张嘛 非常的 过于的精进 这个时候 他就动摇了 心就动摇了 就说 我是一个大富长子 那么 我现在还可以还俗 我没有证果嘛 我可以还俗回家 我做一个居士 我拥有大量的财富 可以对孙团 做供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佛陀知道了 他这个求证心切 而且呢 用功过度 于是呢 就来到他面前 就对他说 你以前善于弹琴吗 然后二十一要说呢 我善于弹琴 那么他就 那个佛陀就问 那弹琴的时候呢 你是把这个琴弦调紧了 那能出这个和雅的声音呢 还是调得松了以后 能出和雅的声音 他说这两者呢 都不能 只有这个琴弦 不松不紧的时候呢 才能弹出美妙的声音 那这里呢 也就是通过这个功案 也是告诀我们 修行如果太精进呢 也许会增加这个 吊毁 如果你太放松的话呢 会令人懈怠 因此呢 不松不紧呢 还有这个 不要单拙 也不要放异 对于修行来讲呢 才是最合理合法的 我们应该呢 也这样呢 进行修持 那我家世间人也有 这个在礼记当中 就是说 一张一持 文武之道也 就是宽和言要结合 就是 对国王指国之道 所以呢 我们呢 也要这个 不紧不松的 来进行修持 然后呢 就是我们继续讲 下面原文当中讲到 马吉拉准说 不松 亦不紧 比具证件要 就马吉拉准空性膜 他是密宗的瑜伽母 他依靠这个 波若经获得的证物 是藏地的 这个断法派的开创者 他一直 怕丹巴桑极尊者 获得成就的 马吉拉准空性膜 他以悲心和空性的境界 就射受了无量的终生 尤其是对这个天龙鬼神 通过不失身体 与空性悲心相结合 从而呢 就收服了 这些天龙鬼神 也降服了他们 这样的成立为大成就者 他在给后人留下的 这个教研当中 就说 平时修法和文法呢 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所以不紧不松呢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修行的 这个深深的窍诀 宋子就讲说 不松亦不紧 就修行的时候 或者文法的时候 不能太过紧张 也不能太过于放松 笔句正见要 这是具有正见的要点 那么我们具有 正确见解的这个要点 就是说要不紧不松 心既不能过紧 而内收 也不能过松 而外散 松紧湿度 诸根自然放松 这就讲到我们修行的时候呢 就前面也反复多次就讲到了 心不能过于收紧 也不能过于太放松 我们应该不紧不松 应该恰到好处的这样 然后使诸根呢 就是悠然而住 自然放松 这样的来进行修行 才是最合理的 那么 如果说 我们刚开始过紧 以后又过松 这样呢 是不合理的 应该修行 应该善事善终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我们修行 能够打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应该太急 太急的话呢 这个事情也办不成 你身体要垮了的话呢 你这个修行 也不能够成功 在这个定解保动论当中说呢 就是说 如果从放松方面呢 众生已经不用再去劝了 定解保动论说 众生平庸过放松 流转三界轮回中 无需仍旧再三劝 就是说 从放松方面 我们已经不用再三劝了 无始以来 我们就放松了 自己这颗心 没有能够从轮回到中 获得解脱 那么所以呢 这里我们要不紧 从这个紧张方面 我们要劝解 也不要太过于紧张 就是说 适当的这个压力 给自己也是合理的 但是呢 要看自己这个身心的 这个承受情况 然后呢 我们调节自己的身心 让这个修行呢 不紧不松 这是最合理的一种修行 那么我们讲 六个当中的 第六个勾然 是脾宴 那么脾宴就是 顾名思义就疲惫和厌烦 那么 对于这样的脾宴 我们怎么样来对治呢 对治呢 就是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发愿不离上师 不离反 这样的来进行对治 那么第二个对治方法呢 就是生起喜悦心 什么是皮验呢 就是 阿雄仁波切呢 给我们讲到 就是当讲法的时间过长 加之又渴又恶 或者因为这个日晒雨淋 很有可能 就是会生起 舍弃正法 舍弃上师的这个想法 那么我们呢 就是怎么对治呢 就是在你还没造舍法罪之前 你赶紧就发一个愿 你说 我愿直于上师 直于上 直于正法 然后再推出讲堂 就是说你在想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时间也太长了 我也饥饿呀 然后干渴啊 这些都受不了的时候 你就想 你就站起来之前 你就想 我呢 不离上师 不离法 这个时候呢 你发了这个愿之后 你再离开这个 讲法的地点 那么或者说呢 第二种对治方法呢 就是说 生起喜悦之情 就先想 我以前 我以前 无意义的 白白空耗了 生生性命 就会为了妙法 依靠这个 病痛饥渴 可以代替一切 有情的 病痛等苦难 那这一方面 可以代替它们 由其他世界 去往 金刚地狱的 雷雷恶业 在 南占布州 这个 这个业力之地 只是以头疼热脑的 这个方式 就能得以清静 而且可以消尽 无量的这个恶业 圆满无量的资量 我实在应该 是个欢喜 我应该 满怀喜悦 心高采烈的 来听闻妥法 那么第二点 就生起喜悦之心 可以来这样 来对治 那思维呢 就是从刚才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可以代替 我现在的痛苦 可以代替 一切有情的痛苦 另一方面 就是说 我听闻这个佛法呢 可以消除 无量的罪业 与圆满这个 无量的资量 所以呢 我应该 这个心高采烈的 听闻佛法 那这里呢 就是讲了 这个皮验的对治 那么我们就 从证文上开始讲 证文就讲到 如果讲法 时间过长 遭受饥饿 干渴 或风吹 日晒等逼迫时 期末生起 厌烦心 不愿意继续听法 而断然放弃 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一种放弃的情况 我发了个善愿 那我公共念经的发愿 然后再离醒 这个呢 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这样做 一般呢 就不要 我有了这个窍诀了 我可以 经常的就 我发这个愿 我就走了 这样不好 真的不好 就是说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实在没办法对治了 我的心实在没有办法 就是让 正知正念 就是约束自己的时候 实在是不行的时候 我们再发这个愿 因为文法的功德 我们前面也讲了 游文之主义 游文得解脱 所以文法的功德 非常的大 我们一定 就是再苦再累 也应该这个坚持 那么我们这里就讲到 第一个就是时间过长 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了了 坐不住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感受饥饿和干渴 太饥饿了 太干渴了 从这个身体上 这个四大合合的身体上 我不调 我四大不调 我太那个干渴和饥饿了 这个时候也容易生一个 这个放弃的心 还有呢 就是风吹日晒 就在日晒和雨林啊 风吹啊 日晒啊 下雨啊 下雪啊 很多年以前吧 在武林佛学院也是 条件非常的艰苦 就像那个上师在 《情形笔记》中也讲到 当时呢 文法呢 都是在露天 然后呢 法红录一宝 给那个上师讲法的时候呢 大家呢 都是 就顶着这个烈日啊 或者是 要下雨呢 就是暴雨 刮风呢 就是在寒风当中 然后呢 就是俄罗大雪 飘在自己身上 来听闻佛法 后来呢 佛学院的这个经堂呢 就是 就是修好了 修好了经堂以后呢 中间呢 去过佛学院的人 知道他有一个天井 就是说 他就是暴露的一块地方 可以直接看到天的 就坐在水泥地上 可以看到天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就很多那个 上师讲的 就很多道友呢 他也是争相恐后的 就坐在那个水泥地上的天井里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 风吹 然后日晒 雨林 那个雪花飘在自己身上 但是呢 对于这样的苦行 我们上师们都非常的欢喜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抢着 坐中间的那个天井 就是因为能看到 法案如意宝 楼上讲课的这个法案如意宝 只有坐在天井的这个位置 才能看得就是清清楚楚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 怎么说呢 也是以极大的这个 欢喜心来这个求法 有这样的一个求法的心 那么跟这个上师们相比呢 我们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不受什么日晒啊 雨林啊 这些这些影响 所以呢 就身体上的确可能是 有人可能比如说 疾病啊 所迫啊 可能就是发烧了 感冒了 可能也非常的这个痛苦 但是呢 一想到这个法的赖之不易啊 那么我们也应该升起一个 这个欢喜心 如果能坚持的话 就是尽量坚持 把所有的法呢 听圆满 把所有的课呢 就是得到一个圆满的传承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就是说 切莫升起厌烦心 如愿意继续听法 而断然放弃 就一般的这个厌烦心 就是这样的厌烦心 从而这个断然放弃 对于这个听法和讲法呢 这个在藏地历史上呢 宗哈巴大师 他是讲法最厉害的 他是 就是几一个公案呢 就是说 以前呢 就是宗哈巴大师 和很多人在一起 在考伙谈论的时候呢 就说 藏地的这个谁 讲经最多 说藏地呢 是会狮子 他讲的最多 然后他在一个 一个法会当中呢 每天呢 能够讲 十一座不同的经论 后来呢 那个宗哈巴大师的弟子呢 就请求他 说你 说你老人家 能不能给我们 在一个法会当中 也讲十一部论点 后来呢 宗哈巴大师就说 那我就努努力吧 看能不能办到 于是呢 宗哈巴大师就逼关二十天 他那就温月 我们也知道 宗哈巴大师呢 是文殊菩萨的画线嘛 他就温月 很多的这个经论 在他出关以后呢 然后就说 就宣布要讲法 然后 从此以后呢 宗大师呢 他就 每日讲法就十五座 就从没间断过 然后在这个期间 他有两部小论 提前就讲完了 讲完之后呢 他就马上 又补充了两部 所以呢 在这次的大法会当中 他一共就讲了 十七部大论 还有一次呢 宗哈巴大师呢 在一个法会当中 同时呢 讲了二十一部大论 所以呢 你看那个 过去的那个人 他是以什么样的心 来文法的啊 二十一部大论 就等于是 我们一天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用在文法当中 都是在那里 听闻作法 所以呢 就是说 跟古代的这些 弟子们相比呢 我们作为弟子呢 也应该有一个 这个文法的异乐 有一个强烈的文法异乐 然后又有一个 这样的文法的欢喜心 然后这样来 来递听佛法 如果说你对文法 产生厌烦心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 我的这个人生 狭板人生 是非常难得的 我没有人落到 三卧曲当中 我遇到了这样 具有法相的上师 我应该那个 珍惜现在的机会 聆听这样的教言 这个也是我这个 无时以来累积 资量的一个 这样的结果 因此呢 我应该以这个 欢喜心来递听 然后呢 下面就讲 原文中说到 应当观想 如今已获得了 狭板人生 并直遇了 具有法相的上师 有了听闻 深深教研的机会 也能升起欢喜心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不要放弃 我获得了狭板人生 没有得到恶趣当中 遇到了这样的上师 拥有了听闻教研的机会 这个是呢 我无时以来 积累资量的果报 我应该好好珍惜 所以呢 我应该升起一个欢喜心 进行听闻 在这里就讲到了 这个具有法相的上师 具有法相的上师呢 怎么来理解呢 有 格鲁派 格鲁派就这样认为说 看破今生 是当时的 最关键的法相 具有看破今生的 这样法相的上师呢 就是具象上师 感当派就认为呢 就是说 戒律清净是最重要的 那具有戒律清净的 这样 最主要的这一点呢 这个上师呢 也可以成为具象上师 那宁马派呢 华智仁波切呢 以华智仁波切为主的上师呢 就认为 这个上师呢 要心地圣灵 他要具足菩提心 对弟子具足菩提心 肯定是对弟子有帮助的 要具足菩提心呢 就是一切法相的要点 具足菩提心就可以作为 这个具象上师 那我获光尊者呢 在《大阅满心意休息大车书》 当中就讲到 密宗的上师呢 必须要具备精通密宗 然后这个咒语圆满 得到暖相等八种法相 而且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戈马然家上师呢 又加了一条 就是说是传承清净 还有具象传污染 像金丝线一样 污染的传承清净这一条 那么才能说为具有法相的上师 那么我们继续讲 下面就讲到 这是在无数节当中 积累资量的果报 如今能听到 深深妙法犹如 一百时钟 享受一次饮食一样 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所以为了这样的妙法 应当安忍一切 艰难困苦 严寒酷暑 以欢喜心而递听 就是说 我们无数节以来 积累了这样的图报资粮 才能够让我们听到 这样深深的妙法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 一个道理可以证成 我们是无数节以来 积累资粮的一个果报 那么无数节积累资粮的果报 就是说我们现在文法呢 它不是平白无故的 也不是偶尔的 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秘法 它只有在三个节当中 才有这样的秘法 在其他的这个 很多明节当中 也没有秘法的宣说 而且呢 到后面我们会讲到 明节和暗节交替出现 明节也很 明节本身就是很难出现的 很多无数个这个暗节当中 以后 无数个暗节之后 才会出现一个明节 那么在这么多明节当中 只有三个节才有秘法 那么所以呢 秘法也是稀有难得的 我们也是无数节以来 积累了资粮的一个果报 那这个词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 无数节积累资粮是在 无构光尊者在 宗称宝藏论 它就讲到 如今遇到密法 是无数节以来 成为普贤王如来的眷属 为什么 为什么说 可以说我们成为 普贤王如来的眷属呢 是因为我们 寄生当中 遇到佛法的缘故 那又因为我们 寄生当中遇到了佛法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 就观察现实 现实遇到佛法 密法的原因呢 就是说 以前积累了资粮 与普贤 与这个密法 有深深的因缘 所以呢 我们寄生中 遇到了这个密法 那么还有呢 就遇到密法的第二点呢 就是刚才是原因 那么下面呢 就讲到我们的这个解脱 也就是说 那么由于我们 寄生遇到密法的缘故 我们在今生 中阴 或者是下世 一定会获得成就的 就是说 我们应该珍惜 现在的这个音缘啊 我们能够 听闻这样的说法 也不是白来的 是我们积累了 积累了这个资粮 但是呢 也要了知 有一个这个 公案中讲到 就是一个国王 他的国家当中呢 就降了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当中就降了 衣服的雨 珍宝的雨 降了很多雨 然后这个民众 就非常的欢喜啊 他们特别高兴 哎呀是天上降的 全是饮食和衣服和珍宝 他们非常高兴 都以为是自己的福德感召的 然后那个国王就说 就站出来就说 不是因为你们的福德感召的 那么 是我国王的福德感召的 所以呢 我们也得感恩传承上师啊 那不是传承上师 把法脉给我们延续下来 不是传承上师给我们开眼 在今生给我们开眼这样的法 那么我们也不能遇到这样的法 遇到这样的法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 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个 继生正果 所以呢 就是说也应该就是一方面 也是要了知识自己 积累资良的果报 另一方面呢 也要感念这个传承上师的恩德 如果没有传承上师 给我们这样的传言 给我们这样的宣讲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法 你想继生成佛 想继生获得解脱 没有人给你指引道路 你又不是那个 杜绝阿罗汉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解脱 所以应该感念上师的恩德 应该知道是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法 也是上师的这个福报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感召 那么我们呢 遇到这样的妙法 就好像就是一百个小时 才吃一次饮食 就是说 你很长时间吃不到东西 一旦给你东西 你会非常珍惜它的 所以呢 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已经在 无名的旷野当中 这个流转 心相续已经非常干涸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天降庙宇甘露啊 那我们肯定会特别欢喜的去接纳它 会特别欢喜的去容纳它 所以呢 就是这里应该我们非常 生一个欢喜心啊 生一个欢喜心 因它安忍了一切的苦香 严寒酷暑啊 所有的苦难 对我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干扰 因为为什么呢 对我们来讲的这个文法 它特别的那个难得 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想的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心 心态呀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你要是对一个 什么事情特别感兴趣 你就愿意去做 再远你也愿意去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没什么兴趣 你不愿意去做 那再近你可能 也连这个走出屋的 这个想法也不会有 你也不会去做 所以呢 就说我们这个人啊 其实心的力量 是非常强的 那你心往哪里使劲呢 那就会 你就会得 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 比如说你 你非常喜欢善法 你非常在这个善法上面 精进 勇汗地去修水的话 你最后就一定会 这种菩提果 再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认为 你这样想 你说这须弥山 它只不过是一个有违法 有违法 它就有生存坏灭 那么 有一个人让你去摧毁 须弥山 你可能觉得非常容易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有违法嘛 那是有违法就可以改变 那我就可以通过 精进努力 连须弥山我都可以摧毁 如果你有这样的 精进和勇气的话呢 那么 修行佛法当中的 任何的苦难啊 任何的困难啊 你都能够忍受 也都能够 去除这些困难 然后让你在这个 菩提的道路上 真是披荆斩棘 然后呢 能够就是 就是降服自己的分别念啊 降服对质自己的 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 然后呢 就让自己呢 能够追踪 获得菩提的这个圣果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要在文法的时候 应该知道 多生累劫 所积累的资量的果报 然后呢 发一个清静心 然后对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对自己的相续 心相续有很大的利益 那么我们就讲到了 六种购然已经讲完了 那么在这个文法方式当中呢 它分为发心和这个行为嘛 行为当中呢 就是所断之行为 和应取之行为 所断的行为里面呢 它分三个课盘的 第三个课盘啊 刚才呢 已经讲完了这个第二课盘 第三个课盘是五不持 就是五种不持 那在这五不持当中呢 第一个不持呢 就是持文不持义 第二个不持呢 就是持义不持文 第三个是为领会而持 第四个上下错命而持 第五个是颠倒而持 第一个持文不持义 持文不持义呢 就是受持佛法的时候 你不考虑思维意义 只求文具的优美动听 只受持了它的文字 不受持它的意义 那么这个原文当中就写到 如果不观察甚深的意义 仅仅为了词句美妙动听而受持 则如同孩童采集鲜花一样 既推敲词句对自心无有利益 《石龙金刚》当中也说到 文字是为了表达意义 如果你不去理解这个意义 你光了知这个文字 也没有任何太大的 对于心的这个相续的改善 没有任何太大的利益 就是说如同这个小孩 他采集鲜花 他就只看这个美丽的花 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 他会选择不同各种各样的 这个鲜花来采集 但是呢 这样的这个采花呢 对它的心相续 不会有什么改善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 不能就是采集这个词句的鲜花 然后不去理解意义的 就是深藏在意义的词句当中的内涵 就我们学习任何法 最关键的呢 是要了知它的意义 用词句呢 也是为了表达它的意义 词句也是为了表达意义 才说出来的 因为呢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 要了知意义呢 是因为意义对我们的相续 能够起到调伏的作用 如果说不理解意义 那用什么来调伏我们的相续啊 只有就是借助了这个能权句 去了达它的这个所权意 知道了所权意义以后呢 那么我们才能够通过意义 来调伏相续 主要是这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文字就如同那个手指 那那个意义就如同手指指的月亮 如果说你 我们一般都是说 比如说我们给别人指月亮 用手指给别人指 说天上有一个月亮 用手指并且给它指 那么你要沿着这个手指去看月亮 你才能够看到月亮 那如果你光看手指 不看月亮 你是永远也看不到月亮 所以我就说这个 表面上的这个文字啊 只不过就是说 让我们去 就是文字可以让我们去 更深刻的理解意义 如果你那个 只持 只这个光看 这个表面文字 不去采集意义的话呢 那么你就像儿童 采鲜花一样 得不到内心的收获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汉山大师在费贤歌当中也说了 诵经容易解经难 口诵不解总是贤 就是你这个 嘴里诵经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深入的这理解 经文的这个内涵是非常难的 那么同样道理 你这个口里诵 读诵经典啊 那个是容易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理解 经典当中的意义 也是枉然的 就是没有什么 对你相续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个对意义呢 应该 对意义呢 不能不求圣洁 应该呢 这个从佛法当中 要受益 要受益 那么从通过文字呢 要理解它的意义 如果你这个 对文字有一分的理解 你就会对它的意义呢 有一分的深入的这个感受 所以呢 对通过文字呢 要深入意义 是这样来讲 只有意义才能调副自相续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么下面呢 就讲第二个课判 持意不持文 持意不持文呢 就文中讲到 如果认为一切文字结构 只是泛泛空谈 没有任何实意 进而轻视词句 偏重甚深意义 这样词句与意义 就会相互脱离 因为不依靠词句 不可能了之意义 这里就讲到这个 持意不持文 就是希望不关带词句 而直接了当地 掌握意义 然后就是持意不持文 不关带这个词句 直接了当就想掌握意义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 藏族有一句俗语 就讲意义的老人 必须依靠词句的拐杖 就是说老人 其实走路很难 他有一个拐杖的话呢 就能帮助他 走更远的路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想 了达意义 必须要通过词句 如果没有词句的话 也不能够了达意义 就是从刚才那个 反方面来讲的 就是如果你呢 你就认为一切文字 都是泛泛之谈 都是泛泛空谈 全是 所有文字 全是假名安利的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实义 全都是这个 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加持 然后呢 也不能让 你就说认为 然后你就认为 这些文字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之后呢 进而那就开始 偏重意义 文字没有实义 其实不是 你不通过文字 怎么能够知道意义呢 我们这个 过去的那个 高僧大德呢 他也是 不远万里 历经千辛万苦 然后去取经啊 去做翻译 如果说文字 真的没有意义 那那些大医师 也没必要 那个就是 千辛万苦的 就是去取道经 再跟我们做翻译 如果文字没有意义 那么佛灭度之后呢 阿罗汉也不需要 做这个三次结集 把佛说的这个语言 全部都记录在文字上面 那不需要结集了 所以呢 这个文字 还是非常 还是非常那个 对于我们理解词译 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有意义的 那么如果 那个 再深一点讲的 就是说 你不吃文字不合理 如果你想要正午空性 获得解脱的话 不依靠文字 也相当困难 罗魂菩萨在中文当中说 若不依俗地 不得第一 不得第一 则不得涅槃 圣衣地的空性 也是需要依靠 世俗名言而证悟的 如果 不依靠这个 世俗名言 那也不能够 证悟空性 从而无法 就得到涅槃 也就是说 我们想证悟 世俗 圣衣地的空性 我们也要通过语言 或者是 就通过语言 上次给我们传讲 或者是 我们通过这个 书里的这些文字 然后来了达 那个我们 所要证悟的 这个圣衣地的意义 如果说 就是说 我们 就是通过文字呢 借助于文字 还可以了知很多 就比如说 我们喜欢看书的人 他就可以了知 很多自己 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没有文字的话 没有这个 文字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 就是了知很多 那么 就是通过 一些这个佛经论点 我们对他进行 学习的时候呢 才能够就是更个 就是通过这些文字的学习 才能够更深入的 就是了知这个意义 就是说任何意义呢 它都是依靠词句 而表达的 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想了知意义 你要依靠词句 才能够掌握它的意义 没有词句 你没办法掌握意义 要文思修 你要文思了 然后你才能够修 那文 文那一方面 就是听文 一方面就是 通过这个文字 然后看书 这样的学习嘛 所以呢 这个文字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能够 只持意义 不重视文字 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对质 对于这个对质方面来讲呢 第一方面是 持文不持义 第二方面是 持义不持文 我们怎么来对质 这两种 不合理的这个 修行 修法当中的 这个过失呢 那么我们 对质呢 就是需要 将具义结合起来 受持 对质就是 将具义结合起来 受持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对质我们这个文法当中的 这两个过失了 那我们继续讲 那个下面 下面课班就讲到 为领会而持 为领会而持呢 就是说 呃 原文中讲到 倘若没有理解 了意 不了意 以及具有 秘密的各种说法 而受持 则会误解 词句和意义 而被正反 就是说如果你 没有真正 没有了解 它是了意的 还是不了意的 是佛陀 是具有秘密 说的这种说法 比如说 这个秘密中 包括这个 秘密 秘密当中 就包括这个秘密和 意趣啊等 很多 那我们先从前面 解释 就是说 佛陀呢 为了调化 不同根基的众生 然后呢 就宣说了 不同的这个法门 宣说了这个 八万四千法门 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呢 它就有这个 了意的说法 也有不了意的说法 也有是秘密 有秘密的说法 也有有意趣的说法 对于这些呢 我们要善加辨别 善加抉择 然后这样呢 才能够让我们 更好地去这个 理解佛所说的 这个法义 从而呢 不会误解 法 佛所说的这个 意义 也不会呢 就是 与正法 背道而驰 不会出现 这样的这个过失 首先呢 就我们呢 了解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什么是了意 什么是不了意 那么在 吴过光尊者的这个 在满心里休息当中 就讲到了 通过这个文法 通过听闻佛法呢 能够如理的了知 诸法的自信 或者实相 那依靠这个 深入的细致的思维呢 会对法理呢 就升起定解 升起定解之后呢 进而呢 就会进行实地修行 从而呢 就能够度过三有的大海 文思修三者呢 就是智慧的这个自信 那么作为 博地凡夫呢 作为我们呢 从文法当中呢 要升起智慧 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未曾文法呢 就不会 未曾文法呢 也就谈不上精进 深入的思维和实地的修行 那那个 要想真正的通达 这个自信的人 应该以文法呢 来抉择 那么在文法当中呢 我们就应该善加区别 这个了意和不了意 那什么是了意呢 了意是指 诸法的法性真如 法界自信清静 指诸法的法性真如 法界的自信清静 还有一方面就是 心性光明的秘义 也就是说呢 自信清静 无有千变 超离生住灭 如虚空般的本体 凡事宣说此本体的 所有经论 都包括在了意的范围内 那这就是了意 也就是说 他宣说的是 自信清静 无有千变 超离生住灭 如同虚空般的本体 凡事宣说 这样本体的论点 他就是了意的 因为他呢 符合了诸法的 这个法性真如 也符合了 法界的自信清静 也符合了自信 自信光明的这个秘义 他符合了这些 所以呢 这个法呢 他就是了意的 是了意的 那什么样的法 是不了意的呢 不了意的就是说 诸如生住 生灭来去 清静不清静 运接触等 就比如说吧 这个生啊灭啊 来去啊 清静啊 不清静啊 还有运了接触等 次第形形色色 如梦境般的显现 就是像梦境一样的 这些显现啊 凡是有法的显现 并可以言语思维衡量 就是有法的显现 有法的显现 就是指刚才的 运接触啊 清静啊 不清静 这就是有法的显现 这些对于这些 有法的显现呢 可以用语言来 这个语言来 这个宣说 可以用思维来衡量啊 假力而表达的 一切法 均为不了意 就假力而表达的 一切法 这个就是不了意的法 就是运接触 我们可以思维的 可以用语言表达的 而且呢 是假力的 这些法都是假力的 这些法呢 就是不了意的法 宣说这样的法呢 就是不了意的这个 不了意的法 那么我们区别了 了意和不了意呢 就是 在这个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 这个凡是宣说 本性实相的 就称为了意 宣说实相的 所有的经 也就称为了意的经 就是为了引导众生 误入本性的 诸多方便 为了引导我们啊 可以误入本性 这些方便方法呢 而宣说了 不清净 迷乱的法 佛陀宣说的 不清净的 迷乱的法 这个就是不了意的法 不了意的法 那么详细宣说 不了意的 分类 以及法门的这些法呢 就成为不了意的法了 那么在这个 无尽慧经当中 也说到 何为了意经部 何为了意经 入道是不了意的经 为入果而宣说的诸经 就是称为了意的经 就可以让我们 去入果的经典 就是了意的经 让我们入道的经 就是不了意的 这两个 然后呢 在这里 这个了意和不了意呢 这个无过光尊者呢 又说到 在比如 因缘品当中啊 就是说我们要掌握 了意不了意 区分了了意不了意之后呢 还有 还要区分什么呢 就是秘义 有佛陀呢 讲法呢 它是有这个 可以说 有的法呢 是具有意趣的 有的法呢 它是具有秘密的 是有秘密的 比如说嘛 意趣呢 可以分为平等意趣 别意意趣 别识意趣 有普特切禄意趣 这个我们时间关系 就不多讲了 然后这个秘密呢 又可以分为 另入秘密 相秘密 对质秘密 转变秘密 就是说佛陀讲法 它有的时候呢 是有意趣的 就是有的时候 是有秘密的 就是有秘义的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因缘品 这宝纪经当中的 这个因缘品当中 就说到了 这样一个颂词 就是说 父母为所杀 国王二所净 净卷皆摧毁 逼人得清净 那这个其中的 正确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 从表面上来理解 可能说父母应该是 所应该杀的对境 然后呢 这个等等 一些这样 就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应该 正确理解是这样 父母是指 行于轮回中的爱取 还有断的是这个 国王是指 各种习气 所依的或者基础 国王是指 各种习气的 所依或者基础 阿赖耶 这是国王 那二所净呢 是指婆罗门的坏剧剑 与沙门的接近取剑 那么这个净呢 就是指 内处 以及索取能取等 八十句 是这样 然后呢 接摧毁呢 是指 以上这些完全 遣除 然后说呢 比人得清净 然后呢 比人得清净的 就是说 即可成佛 把这些都遣除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获得佛果 是这个意思 对于这些具 了意和不了意 还有这个秘密和依趣的这些法呢 我们要这个 善加分别 要加以区分 加以区分来理解 那么 在这里呢 就是 没有领会而持 对于没有领会而持 对质 它的对质有 依靠四一 或者就可以对质 哪四种一呢 就可以对质呢 就是说 依法不依人 对于这个法呢 我们要依靠佛 依靠的是法 而不是依靠这个人 依法不依人 就可以对质 这第一点 一共有四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 依义不依据 你要一定要依靠这个 佛法的 所讲的这个含义 不要依靠这个文具 依义不依据 当文字和依义 这个两个在你面前 并列出现的时候 你要依靠依义 不依靠文具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依靠了意 不依靠不了意 就依靠的是 两意的法 那不了意的法呢 我们就是 这两者进行对比的时候呢 要依靠两意 第四点 就是在两意当中呢 应该依靠智慧 不依靠心识 依智慧 不依心识 四一法呢 也是在这个 阿权文部写 他的这个 前行别忘录当中 就是这样写的 那就是说 也要依靠智慧 不依靠心识 这个就是对于这个 为允会而驰的这个对质 为允会而驰的对质 所以呢 我们呢 对于这个佛法呢 不要忘闻生意啊 一定要这个正确的 理解佛经的这个教义 那古代大德也说过 离经离字 允为魔说 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啊 就后面那句话 我们可能经常听到 一文解义三世佛冤 就说这个 一字之差呀 那也会导致我们在轮回当中 不能够 很难能够获得解脱 在禅宗呢 有一个公案 就是问一个行者说 这个不落 问行者 是不是不落因果 他就说呢 说是不落因果 那不落 就因为他说了 不落因果这句话呢 他在深山当中 就是转为狐狸 然后呢 依靠这个百丈禅师呢 对他就讲 大修行人不媚因果 其实不落跟不媚 就差一个字 然后大修行人如果说是 他就因为当时 回答那个问题 说是不落因果 而在旁生当中转生 一直转生为狐狸 然后不能够解脱 那么百丈禅师给他 指出来以后 说不媚因果 这样的话呢 他就也获得了解脱 所以呢 一个字之差呀 也会让我们误解 佛经的意义 所以呢 对于佛经呢 我们要正确地去理解 然后呢 那我们看下面第四 是指上下错谬而持 上下错谬而持 如果上下错谬而持 则违背了佛法的规律 即文多少法 就是无论文法 讲法或修法 也都会与正法相背离 相违背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受持任何法 不能上下有错谬 就是次第呢 不能错了 顺序呢 不能乱了 这样会导致 自相取义法呢 不能够相应 就是你 比如说修前行 一般呢 都是要修 修完前行 再去入正行 如果你先修前行 不是 你先修了正行 再去入前行 就会导致 自己的心跟法不相应 不相应的话 你就即便修正行 你也不能 你也不会修出什么 验相来 所以呢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要按照这个次第 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的 循序渐进的往上修 不能颠倒了 这个次序 然后把这个顺序错乱 这样来修 这样修的话呢 也不会有这个 任何的结果 那么对于这个 上下错谬的这个 而持的对质呢 阿修仁波切就说到 必须如截梯般 由下至上 像截梯一样 由下至上 循序渐进 有条不紊的 受持佛陀的 对于佛陀的 正法要循序渐进 有条不紊的受持 这样呢 就会这个对质 上下错没有的 这个过失 也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戒定慧呢 它是依次而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先 先这个持好 清净戒 在这基础上呢 我们就是 修禅定 最后就会产生智慧 那我们要 一步一步的 这样来修 这样的话才会 有这个 修行的结果 就比如说 如果不一步一步来修呢 就比如 冰上的建筑 我们在冰上 盖了一个 十层楼的建筑 但是呢 由于它 低级不稳固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 春天来的时候呢 这个建筑也会 被倒塌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 你不是这样 学习建筑的 一步步修 你说我 我就是这个立根者 我要直接入 大爷们的正形 的修法 那么也许 你暂时会出现 一定的艳象 但是呢 由于你这个 出力心啊 菩提心啊 这些基础 没有打牢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艳象 还是会退失的 所以呢 修法一定要有次力 可能要次力来修 这样的才能够 让我们这个 更加稳固的 去向于生活 那么 圣天论师呢 在 摄行俱论当中说 佛说此方便 如梯之见次 就佛陀宣说了 一切法就如同 截梯一样 循序渐进 非常有次力 把这些这个次力 上下颠倒了之后 想一步登天呢 也就违反了 这个佛的规律 而且呢 也是不可能 就是圆满你的修学的 那么这个 就讲到了 上下错 错谬而迟 那么我们讲的第五个 第五个 这个五不迟里面的 第五个就是 指颠倒而迟 颠倒而迟 这个什么是颠倒而迟呢 就是指这个 错误的受持意义 认为 求了佛 秘法以后呢 就可以 肆无忌惮的 比如说喝酒啊 洗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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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全部都是颠倒的 你错误的受持的意义 你没有达到 那个境界的时候呢 就去行之 这样的法 是不合理的 那么对于颠倒而迟呢 它的对质呢 是什么呢 就是 行为必须结合时间 和修行境界 行为要结合时间 和修行境界 就不会颠倒而迟了 就是如果你有了 这个修行境界 你就可以去做 这样的行为 没有这样修行境界 不可以做 比如说 我们也说这个 狮子能蹦过去的 一个悬崖 兔子是蹦不过去的 狮子蹦过去了 兔子你要是蹦的话 就会掉下去啊 所以会那个 蹦到悬崖下面摔死 所以呢 那个你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行之 没有达到的时候 就千万不能行之 不能行之 这样否则的话 就成为颠倒而迟 颠倒而迟呢 只能毁坏自相续 那么我们 正文中讲到 假设意义颠倒而迟 则自相续 会因邪分别念的滋生 而毁坏 并且此人将成为 佛法的败类 也就是说 把意义颠倒而迟 比如说 那个 我听闻了一些 这个公平的道理之后 就认为 前世后世也不存在了 身为因果 也不存在了 这样想的话 就不合理 就是说 在明言当中 前后世 业因果 善要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不会虚妄的 一定这个方面 是不会虚妄的 这个明言当中 你造了 你如幻人梦 你造了一些恶业 你肯定感受 如梦人患的这个果 果报成熟的时候 就谁也救不了你 就前面我们所说的 提伯达多的那个公案 在它果报成熟的时候 那个佛陀到他面前 也只能说 我跟你宣说正法 你自己受持了正法 才能够从这个地狱当中 获得解脱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于意义方面 不能颠倒而驰 你要颠倒而驰呢 自相续就会 因为邪分别念 自生而毁坏 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 比如说 我们如果产生了一个邪见 就认为 所杀的这个羊 也是空性的 能杀的我 也是空性的 那我就在明言当中 我就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就把这个羊杀了 那这样的话 你肯定是造下了恶业 就是说万法如梦如幻 那你就造了如梦如幻的业 那你将来肯定会赶 如梦如幻的这个恶果 所以呢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邪分 别念自生 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要是如果分析一个问题的话 就把它分析清楚了 比如说这个 圣意地和世俗地 你一定要把它这个分清楚 在明言当中 我们一定会感受这样的果报 在圣意当中 当然万法是空性的了 万法是显空无二的 你可以有这样的见解摄持 但是呢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见解来摄持 你才在明言当中 不会胡作非为 才不会就让自己造各种恶业 反而如果我们有了因果证件 有了这个空性证件的情况下 反而不会造恶业 反而会让自己造这个原善法 造善业 会这样的 所以呢 只有对这个意义 就是你颠倒受持 或者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才会造出 造这样的业 所以呢 我们各位学生人呢 千万要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相续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方面 我就怕大家 这个 一切万法都空了 万万法 全都万法皆空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也不合理 所以呢 万法是显而空 空而显的 要有这样的这个见解来受持 受持自己的这些 日常冲锋当中的行为 这样才不会 让自己的相续 毁坏 那么我们继续讲下面吧 这个 所以 应当断除这些过失 做到一切词句和意义 上下不错谬 以正确的方式所摄持 就是说 正确的摄持佛法 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 错谬了这个 意义和词句 然后 就讲到 遇到疑难 或词句甚多之处 不应懈怠而不受持 而应精进受持 遇到意义简单 或词句极少之处 不能认为 反意浅显 而轻视 应不遗忘而受持 就两种情况 就是我们呢 断除了这些过失之后呢 以什么样一个正确的方式 受持呢 就断除了这上下错没有之后呢 应该以两种方式来进行受持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在我们遇到 比较难解答的问题的时候 比较甚深的地方的时候 不管是词句还是意义 这些方面都比较难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不放弃 应该这个坚持不懈的 把这个问题搞懂为止 比如说我们可以查很多资料 然后呢 可以相互的这个探讨 大家也可以互相的讨论 然后可以那个 查很多的那个法本 也可以呢 就是问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道友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也许一个问题 一次弄不清楚 可能我们多年以来 对这个问题都心生怀疑 我们多年以来 都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去研究 直到把它弄懂为止 这就是我们正确的受持佛法的一个这个态度 那所以我们要精进的受持 那遇到简单的呢 就不能认为像 大爷们 其实你老大也太简单了 表面上谁都看得懂 但是你看得懂 不见得你能做得来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 三岁小孩都能那个 说的 然后这个八十的老翁 你就做不来 会有这样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 特别容易的法 你也不要轻视它 因为呢 它毕竟是 佛头所传下来的法 刚才也讲到了 法是非常难得的 佛头也是经过了那么多的苦行 才得到了这样的法 所以对于这样的法呢 再浅 我们也应该不忘掉它的意义 由于它很浅 所以呢 很容易被理解 那就很容易被记住 那你记住以后 你就不忘吃 不忘而受持 受持是最重要的 那佛法要融入我们的心 要把所听的的法 受持到心相续当中 要用上才可以 为什么说密聪 它有这个殊胜性 它说果转为道用 就是很多烦恼 反应可以转为道用 就是说 那你怎么转为道用 你必须得先听闻 听闻之后 你不忘 而且你去受持它 这样就会对自相续受益 要想自相续受益 也只能是通过这个听闻 然后这个意识 然后不忘识 这样才能受益 那么法国如意宝 在讲文书大言晚的时候呢 就讲到了 大法阿克修不成 小法阿克不愿修 最后临死前 阿克一点法也没修 阿克呢 是对藏地出家人的一种称呼 大的法呢 阿克就认为 就是出家人就认为 我修不成 太大了 小的法呢 阿克就是不愿意修 就太小了 这法也看不上 看不上这法 认为 修了这法也不可能 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也不想修 那么这个 到临死的时候呢 阿克一点法也没修成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临死的时候呢 只有法对我们才 才最有意义 所以呢 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够 获得解脱 能够将来利益中生 我们一定要 珍惜法 不管是 难的法 简单的法 我们都应该 珍惜 以一颗真爱的心 去奢侈 那么文法的时候呢 就是也要去 经会神的 来听 听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法意啊 受识到自相续当中 让法融入自己的心 然后呢 再依靠法而 那就是依靠法 依靠自己的正式正念 设施平时的这个行为 然后这样去做 才可以 因为我们学前行 前行其实这个字面上 很好理解 那关键在哪呢 关键就在于 我们平时的日常修行 平时的我们要把这个法意 用到这个心的相续当中来 要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最后就总结 说总之要按照上下次第 顺序而无有错妙的 正确的受持一切词语 就是说要按照所有的这个 上下的次第 没有错妙受持一切词语 就是说对于词句和意义 我们要一起抓 然后断除前面这种五种 五种这个不应该受持的 这种过失 要断除这些 进而呢 我们应该呢 断除了所有的过失之后呢 我们下一节课就会讲到他 应该做的行为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那下一课我们再讲 那么今天的卷到这里